医生进不来,病患出不去,甚至于是专科医疗部署 都是花豆偏向长期面临的困境 卫福部推动了远距医疗 除了基本的耳鼻喉科、眼科、皮肤科之外 台东马届医院更新增了心脏内科 支援离岛视讯诊疗 而健保署在今年也是办虚拧健保卡 要助攻居家医疗 医师隔着平板电脑萤幕 就能看到离岛病患的心电图 及时做出医疗诊断 5G技术大量运用在远距医疗上 克服偏向医疗资源缺乏的问题 除了过去基本的耳鼻喉科、眼科和皮肤科外 今年3月起台东马届医院 与绿岛兰宇的卫生所合作 在当地配备行动心脏超音波 两地一户人员配合 透过视讯远距跨海看诊 在5G的引起资讯 送过来的荧幕非常的清楚 甚至眼底镜都看 跟人直接看 对啊 那个影像非常漂亮 根据健保署统计 目前国内有32个乡镇 参加视讯诊疗计划 而华东就有14个乡镇 与事务家医疗院所合作 另外健保署也推动虚拟健保卡 民众手机只要安装 健保快一通APP 产生QR Code扫描后 医师就能进入 健保资讯云端查询系统 掌握病患就医用药资讯 脊椎院具或居家医疗必须备有毒卡机的不便性 当医师用手机拍照一下这个这个病人的QR Code的时候 就相当也代表说病人的那个有同意让你看到他的健保卡插入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云端的一些资料 健保署强烈受到疫情影响视讯诊疗需求增加 连带今年推出的虚拟健保卡 试办计划也受到重视 全国已有450家医院所加入 而华东地区就有33家 明年计划正式推动后 有望提升在地医疗照护性 让病患看病更方便 记得萧家惠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